我爸搞了一点黄晒和泥丘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弄嘛 带到我那个姨那里去 走了 新加了两根木梁 刚刚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两根旧梁拱起来了 把它们都撬掉了 这下三款木梁刚好用完 我老爸过来了 这下三 果然肧的 我有个厚合小椅 全家啊 对 把敲给我爸 他说他把这个碎瓦缠一下 这边都订完了 订到这里就不能再订了 因为这个水塔挡住了吗 现在要来把这个水塔解决一下 这里有一个天井 以前进出来修这个水塔什么的 就从这里爬来的 用这个十米瓦盖住了 这个十米瓦不要了 正好用那个水塔的那个盖子来盖这里 如果有的水塔 滚打一坏 我不是一样的 是一种水塔的水塔 我不是一样的水塔 我不是一样的水塔 我是一样的水塔 都好了吗 接下来把这个盖扔下去 这个盖扔下来把盖扔下来 刚刚本来是把这边敲出来些 然后这边敲的时候就好扔这个砖头一点 但是敲了半天 它这个水塔可能是按照建房子最高的标准 就是这种砖的话 敲不动了 我先把这边尽力敲出来 先把瓦装了 后面这里用那个冲击钻吧 可以 今天先把瓦装了 明天又要变天了 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终于敲好了 现在可以盖瓦了 剩下的下午再说吧 慢慢敲 对 还有最后一块瓦 老爸帮我们搞完 我们就去吃饭了 吃完饭还顺了一桶油漆回来 这个是防锈漆到时候搞这个铁门可以用灰色的应该还是挺好看的 银灰色吗 对银灰色 这个铁门锈的太厉害了 特别是这一边 这下面这块很久的那个都掉了 慢掉了都 到时候我看我自己能不能给它补一下 给它重新焊一下 然后把这些漆全部除一遍 除锈然后打磨一下 再来刷漆 对 刚刚休息了一下开工了 现在来装这个假瓦 就是两边的瓦中间会有一条缝 就用这个瓦给它盖住 这个叫假瓦 装完今天就屋顶正式完工 这个天看着有点不太对呀 对面那边都起雾了 这个边上最边上的这片瓦 因为宽度的原因 我们是重叠了两格 这个拱的重叠了两格 盖这个假瓦的时候发现 它这个假瓦有这个秃包 它是三格一个秃包 就是你要么重叠一格 要么重叠三格 就重叠不了两格 重叠两格的话呢 就这个秃包给它顶起来了 下面那个瓦的秃包给它顶起来了 你塞进去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秃包会顶起来 要么就一格 要么就三格 所以现在我得想办法 坠掉一个 可能才行了 只要那个涂包没有就行了 就像这个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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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剩最后6块 发现没有钉子了 现在去买钉子吧 这上面的这几块 就钉了一个钉子 让它稳定一下 它等一下被风掀跑了 买好了 这个是三毛钱一套的 钉子跟这个帽子 买了30个9块钱 可以全部倒到这里面了 等下漏了 对 现在是下午的4点整 这个屋顶算是搞完了 三天用了三天的时间 整整三天 对从把那个旧屋顶先掉 然后补一些那个坏掉的凉啊什么的 然后铺上这个 现在就正式搞完了 接下来就是通水 买那个除水罐 然后那个水泵 那些水管啊什么的 都要装 这个也要费一点点功夫 然后还有前后的这个 我们这边叫那个雨棚 那个水泥那里的前后的那个 要做一下防水 因为它往那个二楼渗水嘛 对 这前后都要做一下这个防水 先通到水再做防水 因为你防水的话 也要用水来做 搞完屋顶 又马不停蹄的开始扎水塔 看这个天好像要下雨了 有点雾蒙蒙的感觉 到家了 洗完澡了 躺在床上 感觉好累啊 我感觉我下一秒就要睡着了 嗯 紧赶慢赶 把那个屋顶赶出来 嗯 虽然累了一点 但是心里踏实了 接下来它下雨 我也不怎么担心了 对 嗯 下一步就是要 休息一天 休息一下 看要不要 我在考虑要不要休息一下 嗯 嗯 然后就要计划一下了 下一步的 那个事情就是要 装那个水塔嘛 对 装水塔 然后 买水泵通这个水 通水 做那个楼顶那个两边那个走囊 前后的防水 对 屋顶是不漏了 但是它那个前后那个走囊它还是渗水嘛 那个做防水的话就得整个都做 打一个补丁没什么用的在那个水泥上面 那个面积也挺大的 对 那个面积又是一个很大大工程感觉 嗯 把那个防水做了 才算是这个 屋顶真的全部做好了 对 对 这只是第一步呢 对 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尽早的住进去 就是 先想办法把水通一通 这个通水的话也是 要先去好好看一下才能做 对 嗯 那明天的计划是什么呢 去看一下那个 原来我们那个水井那里 以前是有一个砖厂 那个砖厂那里有一个水井 后来砖厂没开了 那个水井就留在那里嘛 嗯 我们有两副人家在用 我跟另外一副人家 那个水井呢 是挺好用的 现在我就是找一下以前的管子 那个水泵肯定是没什么用的 坏掉了 在里面泡着 找一下以前买的那些水管什么的 如果那个水管还能用 我就放一个水泵 然后接一下管子是吧 然后室内的管子 催掉了的 要传饭 就那个通往我家 你那个水井呢 可能有个一百了米吧 对挺远的 其实那一道管子我买起来 重新预买也挺难 如果能用的话就用 用不了就得买很多管子 那管子很贵的 上次问了一下 50米的一两百吧 对 差不多两百了 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至少有100米 对 这还是到家的嘛 对 然后家里面的铺设 到时候另外再算 对 反正就是先把那些东西搞清楚 原来的管道能不能用 然后 如果能用的话就省了个大工程 嗯 然后再把呢 现在那个上面的水坦没有拆完 拆到后面我用那个铁锤敲 它那个 碎石啊什么的 到处飞 我怕把我那个瓦给扎破了 所以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电锤充鸡钻 要过两天到货吧 到时候用那个电锤去把它拆掉 对 就挺好了 然后我们家的浴室也有点坏 到时候明天就一起去看吧 整理出来一点有用的东西 就整一整 做一点低强度的工作 这两天要 因为确实挺累的 这几天 这三天 都绷得很紧 哎 我觉得人都傻了 要放松两天 干点 比较轻松的活吧 明天去把房子里面 那些工具什么的 全部都清一遍 如果有能用的就不用买了 对吧 嗯 那些 神锈的那种什么东西吧 看能不能卖掉的 就卖掉 卖妃品的什么的都可以吗 对 就那样处理吧 把房间里 就是稍微整一整 是的 嗯 就准备睡觉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